说到昆仑山,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现代的很多的影视剧中都描写了一些关于昆仑山的怪事,更给昆仑山添加了一份神秘面纱。那在现实中真的有昆仑山吗?昆仑山里真的有奇幻秘境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动您发财的手,点赞关注我,带您了解世界上的奇闻趣事。 在现实中昆仑山确实存在的。它是我们国家西部地区山脉主干,它跨过青海、四川、新疆和西藏四个省份。这里拥有广阔的草原、牛羊成群。昆仑山脉消融的冰山泉水从这里流淌而过。 然而,在这美丽的背后却潜藏着恐怖的危险。昆仑山与柴达木盆地交界的地方有一处奇观阿拉尔草原,内部有一片非常荒凉的戈壁滩,与周围生机勃勃的草原风光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一切都是因为青海荒凉的戈壁滩中有一汪名叫艾肯的泉水被称为昆仑之眼。艾肯在蒙语中是可怕的意思,蒙古人民将其称之为可怕的泉水,而艾肯泉却是现实中的恶魔之眼。 仿佛一只镶嵌在大地上的眼睛。因长期蒸发,泉水里的矿物质在土地上沉淀出深红环带状的天眼边界。 泉水看起来颜色很普通,但并不能引用,泉眼的周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像一块圆形的调色板,那是地热温泉中的硫磺和其他矿物质长期沉淀形成的。 当然,真正给了它恶名的并不是水中寒流,而是它确实无法靠近真正的沙基就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沼泽,动物根本走不过去就被吞没了。有时候,飞鸟也难逃一死。恶魔之眼,名副其实。 而当地的人民为了不让泉水四处流散侵蚀其他的土壤领域,对艾肯泉做了防护措施。 专家推测,艾肯泉的形成可能与深大断裂,寒水层发生倾斜有关。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北原,活动地块边界,新构造运动十分强烈,阿尔金断裂带,昆仑断裂带和西秦岭断裂带等大型地震断裂带均穿过青海。 而在断层地带,常有沟谷发育,有时会出现泉和湖泊。 放眼整个艾肯泉,生机全无,人机罕至。 当无人机从艾肯泉的上空飞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让艾肯泉看起来像是一只人的眼睛一般。 这一壮观景象让网友纷纷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在这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居然能够诞生出如此震撼壮观的泉眼。 但在感叹的同时,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一种敬畏。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点赞支持我一下,也欢迎您评论留言。